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那今天呢,阿雷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折腾了好长时间的一个ESXI的一个懒人安装系统 那这个系统总体来说,可以大大降低你在ESXI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设置 并且这些设置都是我都是跟大家设置好的 大家只需要安装系统直接导入进去就行了 并且这个安装系统跟我们普通的你认为的传统的ESXI安装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只需要直接把系统文件镜像直接刷到你的硬盘里边 这就已经完成了ESXI的一个系统的安装非常快 然后我们只需要选择你想要在ESXI里边使用的这个软弱的系统直接导入进去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上网了 整个过程安装下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10分钟之内也应该是完全可以搞定的 如果你是老手,5分钟之内也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大大降低了大家玩ESXI这个虚拟机的这个门槛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玩的 怎么用的 这也是全网首发哦 一个我们是需要做一个PEU盘的 那我这边呢用的叫 呃U启通的一个PE工具啊 然后我们首先下载下来 然后呃说一下我今天所有的这些工具必须用我的工具才能够实现一个 呃懒人包的安装啊 如果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工具可能你是安装不上的啊 下载下来是一个解压一个压缩包啊 我们解压一下 然后直接进入直接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软件之后 它会自动的识别你插入的U盘 一定要确认你的U盘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啊 资料都已经备份过了 做PE盘的时候数据就会清零 直接点击选择这个U盘模式 点击全新制作 然后就制作好了 因为我已经制作好了 我所以我这边呢就不跟大家去演示了 好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把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ESXI的懒人包里面的这个下载完之后呢 全部拷贝到你的U盘里面 然后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给主板通电 然后呢 我们快速的按Delete键 然后进入BIOS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BOOT这一项 按一下回车键 然后把第一启动向改成U盘 因为我这个系统装的是没有系统的硬盘 所以系统是空白的 所以他默认的是你的U盘 然后呢 我们直接保存并推出 PEU盘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 我们稍等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PEU盘了 进入PEU盘之后呢 我们点开这个DJ硬盘分区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进入 因为我这个硬盘呢 是一个256的M2硬盘 它是一个空的啊 然后我是新的 如果你的硬盘有数据的话 那右击鼠标有一个删除所有分区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保存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就在这个空的硬盘上面 我们选中啊 第一个就是我安装的是一个三星的右击鼠标 找到一项是从镜像文件还原到磁盘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我们U盘里面 我给大家的那个懒人系统 它就默认的识别了 然后这个是5105专用的啊 其他的不使用啊 然后我们直接选中之后点击打开 然后审便不用管 直接点击开始 然后点击是 好 现在呢 这个系统呢 就在安装过程中 好 现在呢 就安装完了 就是这么快 安装完之后 它这个进度条就走满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完成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边有四个分区 这四个分区就是ESXI的系统 那剩下的这个空白区域呢 我们需要右击鼠标 点击新建新分区 然后往下翻 我会看到一个VMware ESXVMFS的这个格式 然后我们一定要选中这个格式啊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 然后最后我们点击左上角的保存 点击是 OK 那现在我们的ESXI系统就安装完了 简单吗 就是这么简单 非常快啊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关闭 把你的U盘 然后拔掉 然后重启你的电脑 好 现在呢 ESXI系统就启动完了 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IP地址 这是我给ESXI默认的 它是192.168.31.31 然后我们现在就拿一根网线 一头接ETH0 一头接在你的电脑上 如果你是Windows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控制面板 进入网络 然后进入这个网络状态 共享中心这一块 然后我们找到你的这个网络 点击属性 IPv4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选中下方的这个手动输入的啊 这个网址输入192.168.31.5 下方是三个二物 剩下的不需要填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 点击上方的网络网络偏好设置 然后我们找到你连接的这个网线 这边换成手动的输入 同样也是输入刚才的那个网址 最后点击保存就可以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输入192.168.31.31 也就是esxi的后台管理地址 好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密码 呃 账户名是root 密码是没有密码的啊 然后我们直接登录 好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管理 我们找到硬件啊 这四个网口是支持直通的 呃 m2的孤单硬盘是支持直通的 sata硬盘 我是修改了esxi后台的一个呃文件 然后sata硬盘也是支持直通的 这个核显呢 目前是没有办法直通给文石或者是群晖的 因为它是11代的cpu带的核显 它是比较新的嘛 所以目前还是不支持的 但是后期的话肯定是会支持的 目前我做这个系统呢 是没有给大家设置这个网卡的直通的 如果你想直通的话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然后除了第一个不要选 就第一个是eth0的那个接口是管理口不要选 选了之后我们就进不了esxi后台了 所以剩下的三个网口我们是可以直通的 那为什么没有直接给大家直通好 就是让大家知道直通其实非常简单 你是需要知道这些设备如何去直通的 选上这些设备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切换直通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然后看到下方有一个进去进度条 我们稍等等它完成之后就可以了 成功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已经直通的这个设备 后面这个直通 它是一个活动的状态 那说明就直通好了 直通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主机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重新引导 然后点击这个重新引导 然后其实就是重启一下这个esxi 我们稍等 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esxi里面去安装 我们需要的这些软路由的系统和其他的这个系统了 那安装的也是非常简单 一般的情况的话都是大家需要这个双软路由嘛 就是爱快是主路由 open double tip是旁路由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虚拟机 点击创建 选择第二个 从OVF和OVA 文件部署 因为我之前我这个都是跟大家部署好的 所以不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折腾啊 然后点击下一页 这个地方安装爱快的话 给大家随便起个名字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区域 点击一下 然后找到刚才你下载的 就是这个 我给大家的那个懒人包的这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是爱快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爱快 然后点击打开 好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 一直下一步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你不需要管的啊 然后点击完成 好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爱快系统就导入进去了 导入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双击启动 打开电源 好 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啊 这个LAN口跟WAN口 我都是跟大家绑定好的 WAN口就是ETH3 啊LAN口是ETH0 ETH1 ETH2 你直接从你的光猫 拉一根网线啊 接到你的这个软路由的ETH3的接口上面 我们就可以上网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爱快的后台 爱快的后台是192.168.31.32啊 然后我们直接按回车键 好 现在就可以进入爱快的软路后台了 入这个账号和密码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爱快呢 现在出了一个爱快云的平台 如果你用手机绑定这个平台 我们是可以在任何的任何的地方 然后只要有网就可以管理我们家的爱快逻辑 不需要什么公网IP内网穿透之类的啊 那现在之后我们的爱快这边呢 就显示已经连接外网了啊 然后就变成绿色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电脑 然后把它改成自动获取IP这台电脑的网络就已经连接上了 现在呢就可以正常的连接我们的网络了 好爱快已经搞定之后呢 如果有人还想添加这个open wt旁路由的话 同样的道理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创建 点击ovf 点击下一步 我们输入我们输入一个open wt 然后它是旁路由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找到这个op旁就是旁路由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好我们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同样一直下一步 最后点完成 好现在呢这个open wt旁路由就已经添加到我们的这个esxi后台了 是不是很简单这样的话 整个esxi安装双软路由的这个过程就完了 然后同样我们直接点击这个open wt 然后然后让它启动 好现在已经启动了 然后如果你想进入你的旁路由后台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旁路由后台的IP地址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旁路由的后台了 这个系统呢我是用的 库舍论坛的小宝他们做的这个叫i-store OS啊 这个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啊 更容易上手啊 然后我这边已经给大家配置好了 大家可以进入就进入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i-store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全部软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集成了很多的这个插件啊 就把大家可以看这个包括阿里云盘的啊 包括滴滴滴DNS的啊IP线素的CPU的啊 再往下还有这个home sister可到云亦有缘 还有这个影音的这个软件 比如说有一些服务他是没有的 必须要借助他官方官网的一个啊 教程来添加啊 包括里面还集成了Docker啊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等这些所有的设置的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管理 点击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个自动启动 我们把我们想要自动启动的这个系统选上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启动 我们点击配置 然后把这个配置的时间给他改成两秒就可以啊 然后我们点击啊OK 同样如果你也需要旁路由启动的话 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启动 点击这个配置 然后给他设置两秒啊 也是可以 最后我们点击保存 那这样的话 你的ESXi启动的时候 你的这两个路由器系统啊 也会直接启动 至于旁路由如何去使用 那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直接呢 在爱快里边找到这个网络 找到这个DHCP这个服务端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 默认的爱快是192.168.31.31 这个网关也是爱快的网关 但是如果你想要让所有的家庭设备 都可以用OpenWT旁路由的这些功能的话 你是需要把它改成 OpenWT的这个IP地址的 OpenWT的我设置的是33 那你这边呢就把它改成啊 33然后点击保存之后 然后他这个我们家庭所有的网络呢 只要我们在旁路里面设置了一些功能 我们就可以直接启用了啊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这两个一个爱快 一个OpenWT这两个路由器 必须同时开启 如果你设置完之后 你的OpenWT没有开启 那这样你全家网络 有时候就不正常了啊 所以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里边不需要动 我们设置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谁想走啊 OpenWT的这个功能的 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属性 点击这个IPv4 然后我们手动呢 这边就需要手动的啊 那这个地方就是第三个 默认网关这边啊 默认的我们就填成33 也就是OpenWT的 它的IP地址 它的IP地址就是网关 把它改成啊 31.33的话 直接走旁路由的一些功能 在OpenWT里边 如果我开了屏蔽广告的插件 那我这台电脑 它就直接屏蔽广告的 但是在我们全家的 这个网络当中 其他的设备是不走 这个OpenWT的旁路由的 这是两种使用方法 你觉得哪一种方便 就有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最后呢再说一下 如果你不需要爱快 你不需要爱快做主路由 我想做OpenWT做主路由的 那这两个前面 你就不需要添加了 你只需要点击这个 呃添加按照之前的 这个一步一步的 然后你添加OpenWT 做主路由就行 啊这边呢就直接 随便改个名字 然后然后你就选择 这个OP刚Z Z就是主路由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下一步啊 同样跟之前的操作 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但是这边需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OpenWT主路由 跟爱快主路由 这两个选一个 不能都选啊 都选的话 你这个虚拟机就没法用了啊 所以如果你选择 爱快加OpenWT旁路由 你就选这两个 如果你不需要爱快 你就直接选OpenWT主路由 有人可能是新手 第一次上手ESXI 你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了 首先我们直接把它给 啊关闭电源啊 关了电源之后 我们只需要右击鼠标 然后把它给删了之后 同样按照我刚才的这个方法 直接把这个导进去 然后给它改个名字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恢复到之前 最早的这个情况 有时候你有时候很多人 不知道怎么折腾之后 就出了问题了 软弱后台就进不去了 或者是你整个家庭网络 就上不了了 那你就可以重新的再来一次 那其实也不是很麻烦 这个从技术上面来说 其实也是帮了很多的小白 但是对于大神来说 其实我的这些工作呢 也不是说什么高大上的 什么高深的这些技术含量啊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就先给大家呢 分享到这里 后期的话还会给大家分享 关于群晖7.0的 这个导入的这个模板 包括Windows10的导入的模板 直接导入进去就可以用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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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